大家好 我是譚凱邦議員 在環保路上 社運路上 民主路上都已經十幾年 但我同時只是年輕力壯 還可以去抗爭 我相信入到立法會 無論有沒有35格 我們都是以抗爭的態度 是去為香港的民主去打拼 而我強項當然是環保規劃 和管好的議題 而我多年來抗爭源頭減人 大家已經開始接受 就知道香港人口政策 是處理各個問題的方法 而我面對這個國安法 我已經很清楚講明 我是會反對到底 無懼DQ 我也是會簽署了 否決兩次財政預算案 去達致五大訴求 這些雖然有機會被DQ 但是我們都無懼紅線 因為不知道紅線在哪裏 所以今天我們很清楚地說明 就是我們會參與新界西的初選 我譚海邦無懼DQ 那個口說我的心 我一定會是令到這個香港 希望出一分力 爭取五大訴求 決意不可 也都我要補充一下就是 五大訴求可能呢 在立法會層面呢 可能都是比較後一步的事 我們坦誠要面對 因為十月都不知道什麼事 或者其實否決兩次財政預算案 可能要一年 但是我覺得超過三十五席的即時好處呢 就是控制回行政管理委員會 令到呢 不用再追討過往糧油啦 或者近來幾位DQ的議員呢 的新津 還有呢 不會再追討近來 因為抗爭 而弄爛一些立法會死物 弄髒的立法會死物 地毯的 一些追討的費用 因為行管會就是追收者 這樣呢 這個都是很即時見到的好處 亦都是可以清算回 所有前黑警的立法會報案 因為我們環顧全世界的議會 是沒有一個議會呢 是會這麼多保安的 很多時候議會的爭奪戰呢 或者主席的爭奪戰呢 大家搶主席台呢 都是兩方去爭奪的 在香港呢 保安是會加入在裏面的 所以一定要去推倒這個保安 立法會保安的制度 是不應該有這麼多保安呢 是去參與立法會的議事的 試想像一下 在立法會裏面 每一個議員 都是有幾萬票 怎麼可能立法會保安 可以凌駕其他議員呢 那對於35家呢 我都是再次呼籲 功能組別的民主派議員 請展示抗爭的意志 那在想舉能法官去投票那個呢 真是難以置信 竟然有這麼多委員投資遲跳 那我想這件事就是 我想大教授 或每一位參與35家的朋友 都要正視 35家達至這個五大訴求 最大的現在的障礙呢 似乎是功能組別的議員呢 未能夠展示抗爭的意志 這件事我都是鄭總呼籲的 好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其實我就這麼多年來呢 從未從本土的自清人國國籍 甚至我當年呢 是沒有反對他們是責貼的 那因為我們認為呢 應該對於抗爭模式是有一個包容 那這個包容呢 也都是顯示在我過往的從政路上 我就坦白說這麼多年來呢 都是在主流媒體 希望達到出一些本土訴求 提供一條路 或者提供一條方向呢 給抗爭者去做 他心目中的認為對的事 那我認為我現在都是一個布實本土 但是經過一年呢 我都經常在前線 那我相信呢 就是任何人經過這一年的情況呢 都應該會進化的了 進化為呢 我們應該要參與抗爭之中 我們也都不介意有任何的肢體衝撞 事實上呢 過往這麼多次在前線條庭 去監察警察呢 都是經常被痛撞的 那呢 所以我認為 我已經是一個比以往更加進步的 本土抗爭者 但是我都覺得 同時間要有一個政策的論述的 我對於單程證的看法 和自由行的看法 是仍然是在這裏 特別是新界西廣泛地過往 受自由行的影響呢 其實他可以趁這次機會 因為現在已經停止所有自由行 去檢討回 去展望回未來呢 是不應該再有一千多行的了 一千多行已經 已經危害新界西所有的市民很多年了 所以一定是繼續要停止一千多行 和每日為自由行自限 這個都是 新界西居民 包括屯門元朗的居民 都是廣受影響的 其實現在的紅線是不知道在哪裏 所以我想現場的取態都是 我想到什麽 我所思想什麽就說什麽 我很清晰是反對國安法的 倘若然反對國安法 都不可以反對要DQ呢 坦白說是無可奈何 所以我只能夠向我的選民說 我是無據DQ 繼續反對國安法 而我沒有一個參選的隊伍 都會去想究竟Pan B的安排 我對Pan B的安排是很開放的 甚至我的計劃當中 是有一位素人去做Pan B的 亦都不排除黨內也都有可能 所以我自己就認為 真是去到到時我看環境 才決定Pan B的安排 其實就是剛才看到他們的直播 或者佳工在協調的取態 都不是太明白他們究竟的理念是怎麽樣 相信參與初選都要復經過初選的安排 沒有說中間這樣 參與完初選就繼續選這樣 所以我都覺得佳工如果他抱持這種立場的話 其實都是有失市民所期望的 特別是過往2016年的時候 立法會的主席選舉 梁耀忠也都是有試過一些不理想的情況 如果他剛才的記者會 真是說是會仍然參選 那是難以置信的 因為如果有一個初選隊伍是會不復經的 其實都不知道怎麽樣去搞下去 所以都希望每一個政團去暫時 而現在的確新格西的情況 是比較其他區是混亂和多元化的 我們都要面對其實去到7月中有可能DQ 也都有可能沒有參與初選的會入閘 也都去到8月頭究竟民調會是怎麽樣 那這些都是很多變化 坦白說真是去到當時大家受決定 但是我希望如果參與初選的 那就真是要復應初選結果 但我同時都要講就是 35加這個目標 是在現實上有很多個關口不容易衝破 大家都要面對的 包括功能組別可不可以拿到足夠議席 加上直選935 就算民主派的功能組別 是不是他們願意去抗爭 或者頭兩次反對票 這些大家如果認清的 我覺得參與初選都是一個方法 但是不要期望35加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但是我相信我參與這個35加最大 最快見到的效果 希望到時過35席 行政管理會拿回主導權 那就已經可以處理到糧油的追討 處理到國共紀委律議員的追討的問題 亦都可以殺停很多行管會的一些惡策 包括可以容量幾十個保安入議事廳是很奇怪 很離譜的事情 想問一下你們的黨 為甚麼要推你出來 你屬於甚麼考慮呢 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還在東方水方面 有甚麼改革去推動它 那些反對的問題 其實我多年來已經對水資源很多研究 其實都去過新加坡的再生水廠考察 其實香港是有條件去做海水化碳 還有做再生水廠的 只要提高再生水廠的數量 海水化碳的數量 再加上每一位市民去治療用水 其實可以大幅降低東方水的依賴 因為東方水現在有幾個問題 一就是統包總額 二就是價錢貴 第三就是很多的下游污染了 很多水是污染的 所以這件事我都會繼續倡議 但是的確 現在的政權是話事 很蠻不講理 我們都要和政權咬手瓜 才可以去改善到這個問題 當然新聞主義同盟 在新界西和新界東來說 比較強的網絡 新界西有多年的扎根 在荃灣區、馬灣區等等 所以我都是覺得 我是適合和有能力去贏這個初選 和在9月正面迎擊建制派 其實四年前我的確選擇了我太太的 當年很巧合地 他就患了一個良性腫瘤 但是我們知道 要在從政路上去做 無論我或者家人都要健康的 所以我們都做足了身體檢查 所以應該未來幾個月 可以打一場真的選戰 和一個全力以赴的選戰 可以打一場 對 任何要把對方開靜 那我現在做得很明顯 十分之一 cercle